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我一下火车我就去按照当地人的习惯 早晨当然要缩粉了 这就是在一个他们的一个小吃街 我觉得到晚上应该会很热闹 因为有很多小龙虾烧烤什么 早晨它很多烧烤没有开 然后我点了这样一份牛肉粉 它真的非常好吃 这是那天中午 我来到了长沙一家 就是在大众点评上面 面包类评分最高的面包店 因为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对面包特别感兴趣 就真的很想吃各种各样的面包 所以就来这家面包店 它真的是特别深藏不漏 它是在一家七天连锁酒店的五楼 所以你得进这个酒店去 然后才能就是找到它 但是就这样人还是会很多 因为它的面包真的很好吃 我这是点了一个南瓜橙皮吐司 和一个紫薯乳酪蛋糕 它这家店整体的氛围也特别温馨 就是它这里会贴一些小画啊 然后还有什么的 就是给人感觉特别好 而且里面真的充满了那种面包的 令人幸福的香气 你看这里还有一幅画 画的就是他们的柜台 这里因为是星期五嘛 工作日所以没有特别多的人 但是总之我就是特别喜欢这家面包店 然后我买了很多很多的面包回去吃 我本来想留作第二天和第三天的早饭 但是我那天就把它们全部吃完了 这里是来了一家独立书店 它的名字叫做木田书店 很独特的就是你看这个木田上面 加上一撇和一树就是自由 这是在这家书店 它也是在一栋知名楼的很高的一层 可以看到外面 然后可以看到长沙 最近是特别的阳光明媚吧 我就坐在这里看完了一本这样子的一个折页的这种 关于老北京的燕带写街胡同的这个图画书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这家书店很棒的是 它每一本书都鼓励我们去翻 就是拆开那个分装去看 不像很多别的书店 它会不让你拆开那个塑料的分装 我就觉得这个特别棒 然后我就去到了长沙的这个国经中心RFS 它真的就是特别高端 让人感觉望而却步的那种 其实商场内部的话 我觉得在全国哪里都一样吧 不过在这个商场里面 我看到一个小女孩正在滑冰 感觉她真的非常优雅 真的太强了 然后这个楼嘛 本身也 我觉得它很奇妙的 就是它的这个玻璃幕墙是那种淡蓝色 这样让它从远处看起来 就几乎要和这种天空融为一体了的感觉 这是在这栋楼上面往下看 这个是长沙最繁华的这一片 它这个十字路口 居然也会让人想到日本名作那个著名的十字路口 可能不过规模还是没有办法比吧 这就是这个楼的天台上面最著名的这个 Cos还有芝麻街背对背坐在一起的这个雕像 感觉已经成了长沙的地标 很多人都会来打卡一下 还是在这栋楼的楼顶上面 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小雕塑 而且天气真的很好 我真的很庆幸 长沙其实冬天经常是阴雨绵绵 但是正好在我去的那三天 它的天气真的都特别好 我穿一件衬衣都会觉得非常的热 这栋楼是这么繁华的一个商业街 但是从上面往下看 就还可以看到很多就是老旧的居民区 就给人感觉这种冲击也蛮有趣 我点了一个这个老长沙黑色经典臭豆腐 其实它已经改良了一点都不臭 不然其实我对臭豆腐是非常抗拒的 但是事实证明还是很好吃 这就是著名的茶颜月色啊 真的满大街都是 就是我来之前有很多朋友都告诉过 我茶颜月色会有多么好喝 我来喝了一下觉得确实也不错吧 但是也没有那么惊艳 可能我就是本身就不喜欢喝奶茶吧 这是一个臭豆腐的博物馆 就说是博物馆 其实还是那种噱头的感觉 不过这里面有很多这个臭豆腐的这种 毛绒玩具 它们看起来真的好像艳术啊 你看远处IFS的那个楼 它就是这种浅蓝色都快和天融在一块了 就这种特别奇妙的感觉 就是会有不真实的感觉 这是在越路山上面坐缆车 从山上往下面下来 这已经是第二天啊 我去找了一个我在中南大学的朋友 和他一起去爬了一下越路山 这是在越路山上看一下长沙市区的样子 这才是主要的部分 因为我害怕大家觉得逛博物馆的部分比较没有意思 就把它放在了后面 其实湖南省博物馆是我第一天就去了的 刚才的那个牛型的喝酒器具 是不是莫名有点可爱 然后还有这种陶涌 我就是每次去一些博物馆 都很喜欢看这种小泥人啊 这是小陶涌啊 就觉得他们特别的可爱 然后很多的表情都特别的欢乐 我觉得这种看起来就会给人带来快乐 就是感觉非常有意思 这些是当时的一些湖人的雕像 他们真的有非常有特点的这种胡须 下面的这个顶上面居然画了一个人的脸 我觉得莫名的有点惊悚 不过也非常有趣的样子 后面还看到了很多这种陶器上面的花纹 都特别的漂亮 我觉得虽然我真的一点也不懂文物 但是就是光看着这些也会感叹 就是古人非常的厉害 像烧制出来这么小小的又特别精致 上面有特别美丽花纹的这种陶具 真的特别令人佩服 湖南省博物馆的重中之重 其实就是马王堆汉墓的这样一个馆藏 它有一些关于这个汉墓里面 新锥夫人的一些介绍 就特别有意思 原来这个新锥夫人 它是患有腰椎肩盘突出 所以就是很多画着他的这些画都会突出他的这个特点 下面这里有一些展品真的是令人惊叹吧 就是在那么早的时候 他们已经就是对吃饭有这么高的追求了 就是会把每一种五股杂粮 还有他们平时吃的一些瓜果蔬菜都登记得特别详细 然后储藏在分别的罐子里面 就真的可以看到很多他们这些分门别类的东西 我就感觉我现在生活的还没有他们那么精致 不过也没有办法比啦 谁叫他们是王猴酱酱呢 这里有一些他们遗留下来的一些骨头 比较令人毛骨悚然的 就是他们好像什么小动物都会吃一样 这里是一些关于他们吃的一些糕点的记录 就光有这些米糕啊 枣糕都会有那么种 我就觉得 哎 作为一个王猴酱酱也是很幸福的事 我觉得古人真的是对于吃特别有仪式感 就现在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对吃虽然就是品种很多 但是却没有那种仪式感了 其实对吃饭也是应该有这种仪式感的 因为吃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啊 这里的墙上有一些这些画着人物动作的一些小画 我觉得这种画在博物馆里就特别好 就以下能拉近和观者的这种距离吧 这里是一些其他的一些蛹 像这个就是特别大的一个 因为它是比较有身份的 然后其他的跟它比起来就特别的小 而且没有颜色 但是其实经过这么多年 他们身上的花纹还是特别清晰可见 就是每一件衣服上面的花纹都会不一样 感觉也非常的奇妙 不过这些人偶的话 我觉得如果要在晚上来还是会比较顺人 就是在木头上的这种人偶 又和在别的用陶土或者是泥巴雕出来的感觉也会不一样 不过他们的脸都非常平就特别好玩 这里是我觉得特别酷的一个 就是它是有这种 他们用来盛饭的这种漆盘 上面会有狸猫的花纹 但是每一个上面的这个花纹都各不相同 它后面有一个特别棒的 我觉得就是有做了一个小动画 把这些不一样的小动物都把它提取出来 它先是让这个盘子去转动 每转到一个小动物就让它跳出来 最后各种各样的小动物聚集在这里 就觉得特别可爱 它们都有长长的尾巴 圆圆的眼睛 然后这样子摆动 我觉得其实做这样子一个动画并不需要特别复杂 但是很多博物馆就是没有这个心 我就觉得湖南省博物馆这点特别走心 我就特别喜欢 这就是历史书上经常看到的那件速杀单一了 它好像只有40盒 就是连一个鸡蛋的重量都不到 那时候人们能有这么高超的纺织技术我觉得真的特别令人赞叹 这里是它的一个展板上面对心追书人的棺果上面的一些花纹做了一个解释 我觉得这样就很棒 它这样把它画出来 然后每一个都有一个解释就会让人们知道他们是在干什么 不然其实没有人会仔细去看那种花纹 这里是这个博物馆很吸引人的一个地方 它是还原了当时牧师的一个场景 是有三层深的这样一个屏幕会展示一些动画 还有一些就是特别炫酷的光影效果 就给人感觉还是蛮有趣的 其实我去长山还有很多快乐的回忆 比如说我吃到了很好吃的小炒黄牛肉 辣椒炒肉 还有自然炒牛肉 就是各种各样挺好吃的东西 但是好多我都没有拍 因为自己去就转了星期五一天 星期五和星期天都是和朋友一起 像这个就是和星期天和我一个在湖南大学的初中同学 和另外一个在中南大学的初中同学 一起在橘子州转了转 这就是从橘子州去看湘江的样子 然后见到朋友也很开心 吃到好吃的东西也比较开心 总之我觉得长山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希望大家有空都可以去看一看 最近我实在是太忙了 就希望还能一直坚持产出一些视频吧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